Hello,各位FEVER一五球員生涯的觀眾 我們很久沒見,真是九位 近這一兩個月實在太忙這些結婚搬屋的東西 所以完全沒有時間去拍這個系列 但為什麼仍然有出片,可能觀眾不知道 FEVER是我這麼多系列裡面 花最多精神和最多時間去做功課的系列 因為想帶給觀眾更多刺激感 所以每一次我都會花很多時間去研究每一間球會背後 以及去做出我的決定 今集應該就是我結婚前的最後一集 都可以擠到一點時間 接著結婚之後 在新屋設定了多一點時間 即是可以休息一下 我就會將整個系列重新去到再規劃 因為現在我都將我自己的Youtube頻道 想想怎樣可以將它更加有系統化 我想剛剛應該我的訂閱者過了500人 我估計大概四成的觀眾都是來看FEVER 所以我都很認真對待這個系列 所以之後我會將整個格式和方式去優化 希望帶給觀眾更多驚喜 Anyway,因為上一集當然太累了 我們現在先重新一下 大家看到這個是我來 在阿仙奴 上一集說我第一年 21歲 決定借給一個英國粵組的球隊 叫Luton Town 魯頓 足球會 或者叫賣武者 The Hattis 如果大家有看 就應該看完整個賽季的東西 今集有一個新的offer 就是 雲家說 問我去不去一個甲組的球隊 即是月組上升級的甲組 就是Conventry City 中文香港譯名 應該叫高雲地利 周身25000元 我待會帶大家去看看這個城市 去到決定 怎麼說呢 第二年其實我現在的能力值70度 其實我都覺得要出去訓練一下 因為上一個球隊其實打得不錯 大家看到的Player Form都是不錯的 但如果比起現在球員 即是現在 阿仙奴的 其他的球員 仍然有一段距離 看到他們平均的能力值都是70-80 所以如果堅持留在這裡 未必是一件好事 當然在Youtube有幾個的留言 不是很多 大部份都叫我不要走 因為他想看阿仙奴踢球 但有時現實就是這樣 你是需要出去闖一闖 面對這個困難 給一些機會鍛鍊一下 回來才有更大的價值 Anyway 我們現在出去看看高雲地利的球會究竟是怎樣 不過我們在看高雲地利之前 都想跟大家更新一下現實的英超的形勢 這個這樣會更新一下現實的英超 都會在將來一個新的格式都會做的事情 現在我們之前一場大勝5-0 阿仕東維拉 令到我們有望重上頭四位 現在我們42分 只差修咸頓一分 最主要是 仍然是輸多一場 抱歉 我們少贏他一場 但我們也沒有他輸得那麼多 接下來 有兩場比賽很重要 第一隊熱刺 我們的寫對頭 在我們後面 另外 曼聯也很重要 因為曼聯已經被他飆了第三位 這個都比較硬 第一位車路士實在太強 已經飆了出來 53分 但是曼聯自從我們之前 輸了給他2-1之後 應該是 對 上年11月22日 上年11月 輸了2-1之後 好像被他按住 都頂來 所以 接下來2月7日對這個熱刺 都頂來 如果我們下次再跟曼聯碰頭 再贏 5月16日會有排 更加好 不過我想如果我們排到上第三 已經十分之非常好 對這個球櫃 上一場 雲家說 奧斯爾復出之後 能力出淚拔稅 應該入了兩球 這個沒有記錯的話 雖然沒有生齊事 坐鎮之下 我們仍然大比數 有些信心 比起球迷有些信心 我們儘管看看 2月7日表現如何 剩下幾天 好 我們馬上看看 我們遊戲裡面的地方 脫一脫離現實 好 這個就是高雲地理 Conventry City 的Home Page 他們的愛好 就叫Sky Blue 天藍 名字很帥 不過現實裡面 聯賽榜的成績 就不太帥 現在排第十九 我們很有降班的危險 在英國甲組裡面 比較強隊的 Bristol City 很近我以前讀書 Swindon Chesterfield FC Chesterfield 我們上一個Safe裡面 去過踢過一季 Chesterfield United 這些就是甲組的強隊 我們Conventry 高雲地理 高雲地理 真是很弱 很弱 在現實裡面 看看我們這個遊戲 現實幫不到 看看這個遊戲 可不可以幫他 首先帶大家看看 它的地理位置 它屬於英國的中西部 其實都很正宗 有少少偏西 它附近最大的城市 就是Bermakon 白明漢 如果你有觀眾在英國讀書 或者有親戚移民在英國 都會知道 白明漢是很多華人聚居的地方 很多唐餐館 不知道為什麼華人去到全世界 都一定是開餐館 好像沒有其他東西做 但是有些地方特別多 例如倫敦是特別多的 城市 倫敦是特別多華人的 另外一個特別多華人的城市 就是Bermakon 白明漢 很多的雜貨店 我們那時候經常 定期就去那裏入貨 因為頂不住外國的食物 就要買回中國人吃的東西 Conventry 高雲地理 就是它斜少少斜落少少的地方 在這個位置 30分鐘車程左右 它以前就是 汽車業文明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黃金時期 生產很多汽車 但是到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就沒落了 有少少少好像美國抵達律師的感覺 對比 就是比我一種這樣的感覺 就是 它後期去到因為 太多人失業 所以這個城市那時候 都不太好 生活的質素不太好 另外它有出名的 就是高雲地理大教堂 還有這個叫Gadiva Lady Gadiva 就是歌帝華夫人 這個墨水為何出名 這個女人為何出名 以前中男輕女 在這個城市 我待會踢球的時候 一邊踢 跟大家吹水 就會講一講它 究竟是 什麼 什麼人 我帶大家看看 主場 它的主場 就叫做 RICO Arena 李光運動場 李光是一間日本的公司 日本的企業 幫他們建立了這個球場 坐到3萬人 我帶大家看看 它的主場 其實是十分之不錯的 OK 坐到大概 3萬2千人左右 3萬2千人十分之多 對於甲組球會來說 如果大家有看過上一集 講粵組那隊 Newton Town 帶大家去看它的主場 其實是 比起這個 十分殘舊 當然我當時說得很nice 有主場比沒有主場 你起碼是屬於自己的地方 你打算甲組比月組高一級 應該場地不會太多 但是完全錯了 是完全好很多 高了一級之後 真的完全不同 先坐到3萬人 對於球會來說 很有趣 它是英超的始創球員 即是其中一隊 創立英超的球員 很久之前 不過呢 又很不幸地 接著一直到降班降班 也有財困的影響 即是你沒有錢 就什麼都做不到 現在就跌到下去第三級 即是在英國的聯賽制度裡面 英超、英冠、英甲 然後就英甲 那麼 他們的班族很可愛 是美國人 叫Joy 他們的贊助商 就是Puma 即是他們的贊助商 最後就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將來會遇到的同事 即是球員 你看到很多都是90後 21歲 22歲 左右 成為職業球員 英國很普遍 但你看到他們的樣子很老跡 例如龍門 Lee Burch 93年出生 即是22歲 我們後衛 後衛 有Jordan Willis 中場 Danny 後衛 又是Andy Webster 另外後衛 Red Johnson Red Johnson 應該都是屬於比較老 但都八百年 即是六尺三寸 好誇張 還有Connor Thomas 又是中場 另外John 中場 Striker 前鋒Gary George 中場 Danny 中場 Jimmy O'Brien Simeon Jackson 也是前鋒 Adam Billy Aaron Frank Marcus Ryan Zep Brian Jack Ivan James George 我們看看他最近對Reddell的片段 我們可以進入遊戲 你會看到甲組的競爭比越組 都會更加大很多 嘩 嘩 嘩 真的 扣不過就被人這樣保重了 你看到他們的球迷 甲組的球迷都是非常之多 雖然你看到他坐不滿 但是 如果球場坐成 三萬多人 你有一萬人 塞進去 你會看到他很空 但是一萬人其實一點都不少 嘩 嘩 多漂亮 你預見的水平應該都比越組會再提升一級 如果在遊戲中 預測他們平均的數值都是71-72 就是跟我現在這個差不多 看完了 我們可以進入遊戲中 真的開始玩遊戲 我決定接受高雲地利的提供 25000英鎊周身去高雲地利城 我先畫一隻龜 好 簽完美名之後 看看他們對我今季的要求 Welcome to the team 我們要求我平均每一場要拿到6分以上 12個入球5個助攻 以及入球的比率要高於10% 即是射10球1球要入 賽果應該還未開始 所以第一場應該是友誼賽 8月份實在太早了 我們先進入 第一場我們對這一隊不知道是什麼隊 OK 我們是主場 不管就先踢了 如果是友誼賽可以看得輕鬆一點 咦? 這是亞洲球員 如果有觀眾知道是什麼隊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踢的位置當然是左前鋒 我看到我們隊友的能力值都是55-69 這個範圍 應該是55-65左右 所以我今季的表演應該是要OK的 我希望我操心一點 然後 不要經常被人撞低 這個這麼有趣 就這樣射球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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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穿過去 OK 嘩,這些左腳真的 好差 Oh no 好,射多兩球不玩了 好,射完了 我知道上一集有些觀眾留言 其實只有幾個留言 不是很多 不希望我轉去第二隊 不過我覺得這個也是一種香港的文化 希望極速上位或者走捷徑的文化 但我覺得未必是一件好事 特別如果你的能力值未到 如果 如果你希望就算被你爭到那個位 你都未必能夠勝任 所以我寧願花一兩年時間去一些二三線的球會 能力 回去武會的時候 阿仙奴就會更加勝任 當然我明白觀眾的角度 當然希望在一些大的球會裡面 可觀性會好很多 就是這些二三線的球會 未必是這麼好看 那些人又不懂 但是 希望觀眾忍耐 其實跟現實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太快去到 希望一舉成名 即是很快就上位 那 未必是一件好事 那你儘管看看是怎樣 那我踢完一個賽季 我對自己的要求 希望官方那個 哇 官方的要求就是我入十二球 五個助攻 但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 我的能力值現在七十 希望提升到七十五以上 那在阿仙奴裡面 才有意思 如果不是你配合不到那些隊友 雖然好像這裡 那些隊友配合不到我 其實都可以的 有時候是比較猛的 前鋒進不了球 或者是在後場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那儘管看看是怎樣 好 上半場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 過去那個星期日 行不行 Oh no 那隻左腳 有待訓練 真的 這個黃金機會 我想拉曲 但是根據以往的經驗 左腳拉曲 都是沒有好結果的 所以射了就算了 下次還是要扣回來右腳射 仍然那隻 弱 弱 弱點腳 仍然是有待改進的 那我講一下 過去那個星期日 踢了一個結婚之前 最後一場球 就去了摩士公園的 咦 摩士公園的 十一人人造草場 就是踢的 踢的位置 就是我現在這個位置 就是左前鋒 但是沒有什麼表現 因為中間輸送不到 另外我們也不太有默契 因為我只認識兩個朋友 其餘都是朋友打朋友 對面的默契比較好 大家如果踢大場都知道 個人技術其實兩邊都差不多 或者我們這些個人技術不差 但是在大場 嘩 嚇死了 在大場最比較注重 就是你的走位 你的意識 和體能 當然 還有你控球的能力 如果你在一些小場 你控掉了 或者你可以犯錯的機會 空間大很多 因為你扭掉了 或者走掉了 那個人 你的詳細 你兩步就可以修正 追回那個地方 但在大場 就沒有這樣的可能 就是你一掉了 就很難去到 補償你的錯誤 好 來吧 唉 傳不出給我 那天就是 我們控球的準成都很差 那個操作也很差 結果在中場 經常掉了球 結果球輸不到上來 前鋒就沒有什麼能力可以發揮 另外踢大場 你會感覺到一個小 如果你那個球賽的節奏 被對方控制了 就算技術比他們更好 你很難去到翻身 OK OK 好了 我們去 唉 我發現對方的電腦 輕在後面刺你 他們不怕 但我們的電腦 我們那隊的電腦的後衛 是不會這樣做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 真是 即是專門 我們那些是特別差的 人家那些是特別厲害的 我們 還有你發現我們控球率 我們那隊控球率比較低的時候 每一次拿到球都很心急 想製造組織 因為想快點進球球去補償 嘩 好球 這個龍門應該是電腦裡面 咦這個 是不是韓國人 在電腦裡面買回來 我們現實應該沒有這個龍門 沒有這個黑人龍門 那個龍門應該叫李 Berch Berch 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這個電腦的安排 Anyway 先說回 每一次 譬如拿回球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個 WOW Possession 即是我們那個控球率太低 就會犯錯的機會越大 因為每一次拿到球 就很心急想快點做一些好的成績 結果犯錯越多 對面就越踢越穩 最後我們就是 輸了5比2 上半場就OK 輸了兩球的時候 開始的人就亂了 後面的人 一拿到球就亂按傳 好像很怕又再被人搶 你感覺到信心越來越低 不過我踢完 雖然是這樣 OK 看我們有沒有機會 給吧 嘩 雖然是這樣 但是 都開心 因為 OK OK 搞定 OMG 中柱 唉 沒話可說 因為我看到很多朋友 就是 結了婚之後 特別是有了家庭 和小朋友 特別是有了小朋友之後 真的沒什麼機會出來踢球 所以打機都還可以 就像我這樣 所以 都成為一點的回憶 出不出到 嘩 這是李健和 底線全不底 兩球都不按目標 對 快到半場了 之後 下一集開始 我會改了FIFA 一五球員生涯的格式 希望 比觀眾更加 更加刺激 還有更加 有個真實感 希望我的角色 可以在歐聯 甚至在英超 都能夠得到好的成績 因為現實 香港真的沒有這樣的機會 只能夠在打機裡面 自我安慰一番 好 半場 這個真的 什麼人呢 韓國人還是中國人 亞裔球員 他也是踢前鋒 下半場 我會跟大家說一說 關於Lady Godiva的故事 這個高雲地理很出名的一個女性的人物 為什麼會這麼出名呢 故事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我們繼續 看不到評價 看不到賤色 開網 他這麼像我 不是阿 就是阿 關於Lady Godiva 首先說一些歷史背景 給大家聽 就是 現在所謂一些熟女 Lady 或者夫人 可能你只是說 統稱上說一些很有禮貌 很得體的女性 或者她很懂得為人設想 很高貴的女性 可以統稱她們 這個只是一個熟女 但是古時就不是這樣的 你一定是一些皇親國戚 一些至少公爵 一些有身份地位 或者一些大的地主 或者Duke 封了 被皇室封了做爵士的人 你的太太 或者你的... 哇 看看你怎麼處理 OK O'Brien O'Brien Come on Oh Len 啊 哈哈 對啊 那一踢球就是這樣 去到這裡 或者前面等了很久 都是沒有球 當然有些球 到了都射不進 Anyway 對了 他們那些太太 才可以叫做熟女 當然一定要受嚴格的訓練 例如一些禮儀 餐取禮儀 怎樣說話 怎樣稱呼人 一些發音 特別 你才可以叫熟女 甚至有些人說 你要三代才能夠訓練到一個真正的熟女 因為她要學的東西太多 如果你是一個女性 入了豪門之後 哇 你就算學盡你一生 你都是未合資格 你將你一生學的東西 噢 換出來 這個 OK 那 你要將你一生所學的東西 傳給你一個女 你女要傳給你一個孫 孫女 因為你女都學不完 那你三代才學盡了一個真正熟女 應該要學的東西 你想想有多誇張 當時是一個封建的社會 當然有皇室 即是皇帝真的有實權 就不是現在出來 那些皇子 去派兩派 去派對 那樣 她會授權一些公爵 或者一些地主去收稅 噢 太多了 那這個Lady Gadeva 歌帝哇夫人的老公 就是一個這樣的地主 或者一個公爵 不是一個好人 所以就收很重的稅 跟現在香港的地產商 好像是賺到盡 這不是亞洲球隊 看來全部都是亞洲人 不是韓國球隊 看來 OK Anyway 我們有觀眾知道 我可以檢查 我踢完長波之後也檢查一下 先說回故事 那就會收一些農民 或者一些平民 英國的平民 很重的稅 就令到當時人的生活苦不堪言 那這個Lady Gadeva 就是傾向很同情 很愛惜人民 那整天會勸他 OK Hold住了 Go 去吧 大家 上去才行 整天會向他老公叫他 你不要對人那麼差 就是 嘩 這樣也不妨 給了王牌 不要對人民那麼差 就是你不要收那麼重的稅 讓他們有些生活負擔不要那麼重 但是老公當然一於少利 當然是賺盡他 但是他 那些人民都知道 他的夫人經常為他們出聲 但是他老公也是死性不改 用盡他的權力去賺錢 但是他老婆煩得太多 於是他有一天希望你想一條辦法 讓他老婆 不要因為這些收稅的事 繼續犯他 就是不要經常吵他 有一天他老婆 Lady Gadeva 又跟他老公說 OK 沒有問題 你不要再煩我了 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我以後就不會再收那麼重 甚至減稅 我不知道 他老公說 他老公說 你只要脫掉所有衣服 如果做到這個高雲地利城 當時當然不是這個城 就是那個地區 那個城市 一周 如果你做到這樣 我就不會再收那麼重 當然他老公 當然他老公就不是真的想這樣做 但是他覺得他老婆這麼尊貴的身份 有社會地位 還有做一些這麼羞恥的事 就不會再出聲 即是說 OK 當沒事了 以後就不會煩他老公 他以後就有好日子過 怎麼知道他想不到他老婆 竟然說OK 沒有問題 雖然我很不願意 就是一種剝削尊嚴或者羞恥的行為 但是 因為他太想人民生活得好 所以他 嘩 斬出來 然後 因為他想人民生活得 日子好過一些 他答應 他老公說 是不是我這樣脫掉衣服 一周 他騎馬 因為城市太大 那你就不收重稅 那他老公嚇疾了 但是因為他已經 趕了出去 他只能夠說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我就不會再收重稅 那 他當這個消息公佈了 在城裡 突揀了一個日子 說 他的Lady Gadiva會這樣做的時候 當然他所有的人民都十分感動 他猜不到這個公爵的夫人 會為他們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那麼他們就合起來 全城的人全部都要躲在家裡 去出巡那一天 就是脫衣 擾成 噢 來吧 餘城那一天 全部都要躲在家裡 沒有人可以看到他 令到他這個行為 就不會那麼羞恥 那 所有的人民都很乖 那他那天都準備好 就是脫衣服 他又很漂亮 也是很長頭髮 然後騎著馬 去到巡城 整城的人都很乖 除了一個叫Tom的裁縫 他忍不住就偷龜 咦 去啊 進去啊 哎 哎 淘汰也沒有 起不住 咦 還有機會 嘩 嘩 哈哈哈 厲害啊 放死過 第一個入球 來吧 先留一些印象給球迷 雖然是友誼賽 但是 都幾影響他們對我心目印象 阿仙奴的亞洲 球員 Kelvin OK 第一場入球 非常好 終於有回合球 應該有分數現在 6.6 OK 都好 應該超過6分 應該5分鐘加成 應該沒什麼希望 對 除了一個才工叫Tom 就在他的鎖匙洞裡偷窺 這個夫人 所以應該有一個言語 WAT THE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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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哈哈 我無話可說 真的 抱歉 有些觀眾 有些小朋友在那裡 想我不能夠說粗口 所以有時候我用別的字去代替 WAT THE DUCK WAT THE DUCK 加時被人追回 哎 Li Xiu Jin 應該是韓國球會 應該是韓國球會 應該是1994年 這些很新的球 所以英國有言語 就說Pintom 就是形容了一些色人 所以如果你的名字叫Tom 你小心點 偷窺的湯母 後來被人發現了 偷窺之後 他的眼睛是被人睹瞞了 因為大家實在太愛戴這位夫人了 所以他因為這件事 最後他繞成了一周之後 他老公也要兌換他的承諾 就是他不能夠再對人民收那麼重稅 當然當時的英國人民在那個地區對他很感激 所以自此之後 他的高雲地利城就出了名 別人認為Lady Gadeva 才是一個真正的淑女 因為他不單是外表漂亮 他的內心也是很漂亮 好啊 我們 真是一個反高潮 完成了50場 很多東西都假日 今場的Rating 6.6 入了一球 算OK 贏不到球 有點可惜 不過今場不是一些重要的賽事 我們Possession只有44% 好啊 我們繼續 我們 今集差不多了 只要踢一場 然後我就會踢這個賽季 下一場我們應該踢Capital One 這個Cup 我們先看看聯賽 聯賽未開始 對 0分 以FL Championship 我們在一個電腦裡面 高雲地利不是在鷹甲 而是在鷹冠 即是升了班 電腦這樣沒辦法 即是我們對那些球隊全部都不是我們現實會對鷹甲球隊 你看到Hawcity Fu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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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bby Brighton Birmingham 八明漢 Bolton Redding OK 這些全部都是鷹冠的球隊 OK 即是 興趣 沒辦法 即是我們要跟回電腦 就是我們是升了一級的 我們現在是踢鷹冠 好 最後給大家看這兩張相片 就是一個畫膠畫Lady Gadiva的油畫 另外這個比利時的朱古力製造商 也都拿了這張畫作為他們產品的標誌 好 今集就完成了 下一集應該要一個月之後 我會在這裡完成我另外一季 再翻拍一下 我們看到時我們能力是多少 一場已經升到71 希望超過75 可以翻回主隊 又出得更多 因為以這樣的能力值 雲家應該不會出我一些很重要的賽事 好 多謝大家觀眾的收看 like like 有什麼dislike 有什麼在下面留言 特別是我剛才對的那隊 究竟是韓國什麼 這隊什麼的亞洲球隊 大家都很歡迎留言 或者大家希望我 新的格式裡面加了什麼元素 大家都歡迎留言 好 再次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集見 拜拜